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在谈地藏经的原理及持送注意事项 地藏经的功能分为二种 一 地藏经是一部记载着万物众生其生 老 病 死的过程 即如何让人自己改变命运以其死回生的方法 并能够超拔过去世的冤亲债主 令其究竟解脱的因果经 人的生灭自无始结以来皆轮回不已 福报的聚集和修行功德力的累积 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所以读经能让我们明白 关于业障的问题如何处理 以及如何修复修会 广利有情众生 二 地藏经融合了地藏菩萨的大悲愿 和诸福菩萨的见证 最可贵的是 整部经典皆以白话文来叙述 佛陀深入浅出的慈心开始 对于深究佛法的修行者 可以印证因缘果报论的不可思议 而出发心者 也可以相应契入地藏王菩萨的教化悲愿 在所有经典中 佛理浅显易懂 又不需要他人来传授的 唯有此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持诵经文注意事项 一 持诵时必须发出声音 但无需大声朗诵 众以诚心诚意的恭敬心和忏悔心互念之 二 持诵时 或贵 或利 或作皆可 三 二十四小时皆可持诵 但每步持诵过程以九十分钟为最适当 速度一步及不徐 切莫过快 否则诵经之功德力将会减少 若以速度取功德则是以贪执心修法 非正法 诵经重点贵于以虔诚恭敬之心相应之 四 关于诵经立相案 家中若有佛堂者 须奉三助相 口念 恭请南摩大慈大悲 地藏王菩萨慈悲护持 三称 持诵经文之中 若间隔一小时以上需要重新恭敬 五 持诵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现象 例如 头晕目眩 流眼泪 字体模糊 身体酸软不适 心生疑惑 杂念纷治等 由已刚开始持诵的第一个月内最为严重 遇此情况者 种种现象乃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作祟所致 应以最忏悔的心 祈求冤亲债主原谅 更要以最勇敢负责的心来圆满现前之因缘果报 原理 人的修行以消除业力偿还因果债 忏悔恶业为始 之后方能无碍的修法 冤亲债主纠缠是阴阳接口的果报 运势不好 事业不顺 夫妻不合 子女乖为甚至于修行的诸多障碍 几乎全部因为冤亲债主得不到超拔欲所债引起 万法皆因缘所生如是阴如是果 过去是所造的诸厄业为因 今生冤亲讨债为果 若无法超拔冤亲债主 菩提道上必是难上加难 所以每个人应以至少持诵两百部以上 地藏经的功德力 回向因果 超拔个人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 得令往生净土 究竟解脱 仲在回向 诵经有不可思议功德 而功德回向是很重要的 通常经书上回向十方一切众生的回向剂并非不好 但欲先消除自己的业障 忏悔素业 还是应先回向 给予自己关系密切的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 这些众生与你最有缘 最容易障碍你 纠缠你 故应先超拔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之后 自己的业障消除了 修行道上畅通了 你在发心将功德谱 接回向十方众生 求生净土 回向文如下 回向文 每次做完功德后回向 和长 弟子某某某愿以此送地藏经某部 或念佛菩萨圣好某万生之功德 回向给弟子或指定他人 某某某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历代宗亲 习请南摩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慈悲作主 超拔他们 令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弟子某某某 真心求忏悔 念三次 住 此回向文是专门指定回向给自己或亲友 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 不用于做其他的回向 回向后再为冤亲债主 历代宗亲念诵以下三归一文 愿弟子某某某 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 历代宗亲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归一佛两族尊 归一法离遇尊 归一僧众中尊 归一佛不度地狱 归一法不度恶鬼 归一僧不度旁生 畜生 归一佛静 归一法静 归一僧静 南摩阿弥陀佛 念三次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